我只剩下7天 姐姐剩下3天給我拍 因為第一集的額外全部都用 我記得拍到半夜生間 一翻封 不用20分鐘 見學友已經出現 帶了Cashmere冷衣來 很厲害 一向主張年輕觀眾多感受電影的氣氛 另外兩部我很喜歡李導演的電影 有一部是《笑聲撞地球》 你喜歡《笑聲救地球》 你怎樣想到將兩大電視台的黃牌 開心主流派和你們的《笑聲救地球》 那個好像不是我想的 我不會理會的 那個應該是鍾珍很有勁力的製片人 鍾珍想到出來監製 因為當時兩邊電台都有一邊一對 不如兩邊拍攝再逗勁 大家又剛剛天時地露看到 一旦光光 天天開工好像開派對 是 很好玩的 那個故事是不是都想了很久 最初不是電視大戰的故事 我看到一些故事簡介 有一個故事是當年做經劇的四個師兄弟 四個師兄弟 好像七少福在麗園大 但可不可以覺得少鳥的頻率不夠 因為溫情多於Gag Show 轉態就是拍攝一個很瘋狂的 天馬行空的 因為那個差不多七少福 那種四個師兄弟的長大 是有一點寫實的 變成如果你強勁給那些搞笑 就覺得不太合理了 我記得拍了兩天馬上轉態 所以為何說香港電影的應變能力是最快的 隨機應變都很重要 一轉轉態 當然又是一個很搞笑的 但是問題是我自己又說回一樣 就是那一役之後 我自己就發誓永遠不會自己 又導演又演戲 因為你一演戲的時候 我記得看谷德昭有這樣的共鳴 我自己不可以做演 我一下去做演 我做不到電影 因為我在演員中間 我要照顧其他演員 周邊的人在做什麼 對不對我導演的對白 變成我這樣就是 變成我一班人做電影 我演的演得最差的就是我 所以我以後不會的 自己導演不會演你的法制 轉地沒有 你用槍擠著我 我都不會這樣做 肯定會這樣做 一不是演一不是導 還有 譬如你問我 編劇 除非你給我自己寫劇本 自己導演我會 因為很多時間 你改別人的衣服 我自己忍心不忍 於心不忍 有時候有很多編劇 都會有很多 Eagle 你改一句 你改我的劇本 所以因為導演 就自己寫自己導演 比較上滿足感到你 當然是《走小星撞地球》 為何會想到找李美鳳 在你們四個裡面 那時候是拍完《天鑼地網》 《天鑼地網》 那時候也是四個男人 我 梁家輝 梁家輝 鄭浩南 李子洪 因為我們經常聚在那四個 聚在那四個 經常找李美鳳來搞笑 經常黑鑊他 那時候經常叫他做女朋友 我開小典檔 然後叫我女朋友 一起見女朋友 一同一群 又是四個男朋友 加一個女朋友 那時候挺好玩 當消息撞地球完結後 我差不多做轉移分視線 就是集中剪片和導演 之後有《白髮柯女選》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是我負責剪片 判學 好笑 編劇 編劇 更好笑 有一天 在剪片 逐集的時候 阿余仁太 又是彈彈彈彈跳進來 說給我聽 這是什麼事 《白髮柯女選》 第一集張國榮 那一集 就是拿了金馬獎最佳編劇 改編編劇獎金馬獎 梁家輝 這樣 這樣又是一個鼓舞 之後就逐集是我導演 我寫劇本 導演 沒有演 肯定不演 古創片 肯定不演 那是否一早想到是一群新人去做 哥哥最後才出 一早這樣分排 因為哥哥只剩下七天 姐姐剩下三天給我拍 因為第一集全都用了 只剩下三天給我拍 那一群新人 給哥哥姐姐 去拍 當時有很多新人 包括秦漢的兒子 川國豪 陳錦雄 鍾麗堤 萬二蚊 很多 那群公務就是《白髮魔女》 第二集 前面還有一套我很喜歡的 就是《草莽嬰刺》 草莽嬰刺 我想知道這個故事是怎樣想的 草莽嬰刺又是偷巧的 偷一套叫Sister Act 是修女也瘋狂的 是修女也瘋狂的 是說Ruby Goldberg 就是臥底臥入修女院 修女院 我又是說Doodle 有一個警察臥底臥入 一個戒毒所 其實是拆了 但是你也改了很多 當然 你不可以照版煮碗 真的不行 很有趣你加了阿朗美咪 跟她有一個對立 她是廉署的 然後又一起扮 阿朗美咪扮了毒友妹 因為大家一見面前 大家猜猜大家做什麼 我猜猜那邊很粗口 那邊猜猜ICAC 要有系統的 大家見面前 就把對方的系統 誰知道又是反過來 反過來原來那個不是那麼粗口 原來那個不是那麼系統化 有些場口我都很喜歡 都姐一海頭一邊聽馬一邊追賊 我覺得你玩得很好 那些是 那些是我 因為我 在頭柱站報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報那些頭柱站 坐小便 茶餐廳 因為那些 氣氛 是最接地氣 最接市民的地氣 特別是頭柱站 那些情緒爆 是又不是又不是 贏就贏就輸 粗口泥是粗口泥 茶餐廳有很多市民的心聲 都可以聽到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 寫劇本前 我一定是報那些頭柱站 那些 戲院當然要報 那些茶餐廳 那頭柱站那個就是 量度出來的 很難度 富貴險中求 是富貴險中求 你覺得你跟阿杜姐阿妹妹 你覺得合作是否很好 很有默契 其實是合作 那部戲之前 大家都很認識 很熟 但有沒有機會合作 合作的時候 大家好像相識如故 所以沒有太阻礙 沒有太阻礙 我覺得你繼續找回 有些演員也是中的南北 那邊來不回來 好像陳維敏 陳維敏很多年 陳維敏很多年 因為陳維敏好玩 有些英文也可以 International Interpol Don't worry be happy 那找他 阿B當然是好玩 一跟他開工去講音樂 唯一遺憾 羅美美只合作那一次 他也是很專業 他也是很專業 他也是很受照顧的女孩子 我記得拍到半夜 三更 一翻風 一翻風 他也不用打電話 比如兩三點在街上拍外景 一翻風 不用二十分鐘 你見學友已經出現 帶著Cashmere冷衣來 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想是一個很值得 男人做榜樣的一個歌手 一個演員 很快 天洞 繼續拍拍 不斷拍 我來雪中送炭 有件Cashmere冷衣出現 很厲害 挺好玩 還有一套就是 《亂世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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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王菲超人 電視節目成功 所以找了李遠華和鎮宇一起玩 整個電視劇 那一部也是好天馬行空 也是說一個小人物的夢 那部電視劇 拍得不順利 拍得很多中間製作 預算 劇盤 很多時候 出資 很多時間 因為劇盤編劇 要自己上陣 那部是不合回首的電視劇 所以《亂世超人》 是唱片 《亂世超人》 《亂世超人》 近年有否有哪些電視劇 很深刻 近年有些電影的剪接 我經常跟年輕人的剪接師 無論如何都要不斷剪 像拍電影一樣 有機會要剪 現在香港電影的製作少了 所以有機會就要不斷剪 是 主要是 要營造自己的風格 營造自己的風格很重要 服務得導演的風格 但是自己的風格 不能搶導演的風格 這是易做難行的 還有很多習慣 要多看電影 當我看電影是在電影院看電影 不是在iPad 不是在iPhone 因為看不到電影的感覺 還有一件我讚同 很多剪接 尤其是現場剪接 你要在67大銀幕上放一個錦製的畫面出來 要很注重畫面的節奏 我試過在長海街頭 看到一個耕庭的看家 在iPhone看Batman 怎麼看 哪有電影感 沒有電影感 尤其是黑媽媽 怎麼看 當然年代整件事已經不同了 科技和運作方法 電腦剪接 但是我一向主張年輕觀眾 多感受電影的氣氛 還有很多電影 要看到畫面 不是在iPad剪接的畫面 另外有一個導演 就是George Lucas 他說過整個年代轉了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觀眾一看電影 已經在手機看 什麼時間看 什麼地點 等巴士 等洗手間 等女朋友 都可以蹲在路邊看 所以說 他說一句對白更殘酷 他說你在想的題材 你在想的電影 在同一個月 可能有50部跟你想同一個電影 所以我忠告 那些年輕的電影人 也好 創業師也好 製作也好 每次有個概念 每次有個動力 都要更上一層樓 要不斷突破自己 就覺得很猛 不可以 隨機應變 很重要 如果經常模仿人 抄襲別人 我其實不太主張 甚至抄襲別人 剪接風格 都不主張 我反而鼓勵自己創作 我經常記得有個對白 寧願在創作中失敗 不要在模仿之中成功 這是自己的座右銘 現在剪片的配合 已經由菲林轉到電腦剪接 方便很多 你可以儲存一個剪 然後剪第二剪 第二剪 這樣未必可以去到原來的 這樣就可以儲存 所以有很多電影 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導演 主導成十七八個剪 這樣已經不知道哪個剪 已經忘記了十七八個剪 反而我不是這麼主張 我自己試過剪 頂龍最高紀錄都是四個剪 五超共剪 擺到人好像四個剪 我不主張剪 因為以前菲林沒得剪 只剪一條片 你沒可能剪完一個剪 現在大家 這個年代的剪接 比較有這個好處 幾年前的一個訪問 你也說 從想導演一套 自剪 自演 自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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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 這個夢想 什麼時候實現 還是什麼 不知道 也是等機會 因為已經準備好 前面有很多經歷 整個生涯有很多經歷 機會來自己還未準備好 我經常跟很多演員有 製作人 年輕人說 一定要準備好 機會來到 自己充分準備好 比較上得心應酬 我現在準備好了 但機會未來 你問我準備拍什麼 我經常想拍部片 音樂感的 無論是喜劇 無論是浪漫 浪漫故事 愛情片 都希望有多些音樂元素 恐怖片就不敢 恐怖片就 我未有資格 好 今天真的很感謝David哥 真的說了很多 謝謝你 我們有空 你帶我去參觀一下 你的圖書館 有很多收藏 放回你的戲 給你 你的戲 哪些你想要 多謝 多謝 謝謝你 下次再見 謝謝你